作者 风行烈 我是莫竹 精彩马上开始 第708集 当初海川三人 不过是奥义破军级的大领主 却能以三人合力 略胜贤硕一个奥义大成级的大领主 也因为他们本体为魔兽 若是普通人类大领主 仅仅三个 根本跨越不了这层境界 何况秦硕 还是人类强者中公认的最强职业 幻师 奥峰这边的战队阵容 本来就要强于狂刀战队 领主巅峰三十几人 而狂刀战队 只有二十人不到 再加上全都是魔兽 整体实力还要比同等的人类战队 再高出一个台阶 狂刀战队 还能有什么优势呢 团队力量 战队阵法 同等阵容下 狂刀战队的确是强 甚至连阵容 都是他们两倍的普通战队 也不拒 可是 当对方的绝对力量 是他们数倍 那么即使拥有战队阵法 也无法挽回实力上的差距 一力详实惠 绝对的实力 胜过任何技巧性的花哨之物 全是魔兽的战队 一起放上一轮换兽技能 咋也能砸死你啊 狂刀老贼 这一下看你们怎么打 火山统领大笑不止 高呼爽快 这些年 形势张狂成性的狂刀战队 骑在他们头上 火山统领早就对他们 相当的不爽了 只不过 北境是个强者为尊的地方 狂刀战队比他们实力强 他也只能看着他嚣张 却拿他没有办法 如今一口气吐了出来 自然是畅快无比 一直掩路担忧的火灵 此时终于吐出了一口气 看着父亲高兴 他也跟着高兴 带着其他一干火山战队的人 为傲锋的风云战队 高声呼吓加油起来 傲锋统领加油 干掉他们 统领加油 干掉他们 台下的人群 本来就是墙头草 谁更强就向着谁 眼看风云战队的整体实力 远胜狂刀战队 也纷纷响应 几个呼吸的时间 风云战队的呼声 就盖过了狂刀战队 站在火山统领旁边的安薛义 却是脸色难看 胸中愤闷 他原本还指望 狂刀战队能干掉傲锋 此时如意算盘 却落了个空 眼看着仇人扬眉吐气 心中的滋味 别提有多难受了 狂刀战队的气势 已经明显低落了下去 遥望天空上 那一个个 猙獰恐怖的庞然大物 他们的信心 便一落千丈 即使现在 还维持着风喉战阵 信心也已经少了九成 该死的 这究竟是哪里冒出来的战队 狂刀统领在心中怒吼 魔兽领主各个高傲无比 自视强大 从来都是各自为营 一个战队里能有几个和平共处 就相当地不可思议了 怎么可能共同组成一支百人战队呢 在这之前 任何人都没有想过 这会是一支魔兽战队 即使这些魔兽们 发色各异 花花绿绿一片 他们也只当是 一些拥有魔兽 与人类血脉的家伙 纯血魔兽 毕竟太少了 他们比人类高傲得多 除了像海川 森林 那样对他们 有绝对威压 又有崇高地位的 大龄主级魔兽 其他人 根本不可能使唤他们 当不可思议的事情 出现在现实里 就是一个噩梦了 众生练练 高空之中 遥遥传来一个 轻悦无比的鹤响 傲风站在兽群最前方 一支巨大的 九尾黑色胡雕身上 一身黑袍 随风而舞 挥手扬眉 发号施令 微风八面 幻兽技能 锯 随着傲风一声令下 摆头幻兽 再次震天嘶吼 个个身上 样起五彩缤纷的 炫目滑光 一百头魔兽的 幻兽技能齐放 将整片天空 渲染得 异常起立 在这美丽的 令人心颤的光芒之下 一支支魔兽的恐怖技能 以极快的速度 凝聚起来 每支魔兽身上的 幻兽技能 直接形成了 一个巨大的 单色能量球 向着顶端 傲风的方向 飞了过去 百个华彩 闪烁的光球中 约含着 他们最强大的 幻兽技能的 全部能量 幻技融合 傲风 面色凝重 满脸肃然地 调动起 全身的灵魂之力 在身前一化 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光幕 那些幻兽技能 悉数投入其中 将所有的能量 全都聚集了起来 这是傲风 在当初看到 红衣战队的 飞红杀器剑之后 所想到的 聚合能量的形式 所谓合机 无非是将力量 聚集起来 轻力一击 达到最为 恐怖的效果 那么 以幻兽技能的形式 也是一样的 其他人 或许无法做到 可傲风身为 这些魔兽的主人 凭借幻力形式 并不难 凝聚他们的力量 只不过 缺少了 那一种精神聚合的 增幅威力 即使如此 也已经 强大的不可思议了 随着光圈的 不断扩大 那其中的色彩 越发地深沉 从多种多样的 凄惨能量 融合到一起 最终 竟然变成了 漆黑无比的 恐怖力量 其中 引有风雷火电 等光泽闪耀 看得人 头皮都麻了起来 我靠 那是什么东西 太可怕了 它竟然能将 换兽技能 汇聚到一起 一百多个 换兽技能 融合起来 会是多么 恐怖的力量啊 人们目瞪口呆地 仰头望着 脚下忍不住 纷纷向外挪动 可以预见到 马上必定 有一次 极其恐怖的交锋 狂刀战队众人 同样凝望着天空 焦急不已 却根本没有办法 去阻止他们 风云战队 整体实力 就在他们之上 单对单 不可能是他们对手 众人合击 对方却是 摆头巨兽 击伤一两个 于事无补 剩下九十九个 反而会抓到空子 置他们于死地 因此 他们只能束手无策 徒劳地盯着 那黑色光圈 咬牙切齿 站在九尾黑胡雕背上的 傲锋 终于完成了 这个超级幻兽技能的 能炬 额头上 已然浸出了冷汗 聚合能量相耗的 灵魂之力 大的惊人 只不过 是这一次的聚集 竟然用掉了 他九成力量 当然 这也与第一次使用 较为生疏 浪费了许多能量有关 狂刀战队 接招吧 澳风眼看着维持不了太久的时间 毫不犹豫地将这团黑色力量挥手扔了下去 顺便像模像样地给这招起了个名字 百兽试神机 在他冷酷清亮的雨声中 黑色光照中的力量 排山倒海般地冲了下来 对着狂刀战队狠狠扑了过去 狂刀战队众人 也在这一刻精神提升到了极点 随着狂刀统领一句高呼 乘风破浪 整个战队瞬间爆发出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 每一个人身上的灵魂能量 在这一刻抽空聚合起来 威力同样不可小觑 金字塔形的风吼战阵四周 所有的风之力全部聚拢了过去 强力的狂风形成了一个巨型龙卷 直直冲着黑色光照放出 企图阻拦住它 两道巨力就在人们充满震撼的注视下 撞击到了一起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 此起彼伏的惨叫声 从通天台上传了出来 黑色的力量 犹如一柄从天而降的巨锤 将那道巨型龙卷 毫无争议地瞬间撕成两半 狂刀战队的金字塔形战阵中央开花 被这道恐怖的幻兽技能一炮轰飞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